我国呼吁美国发出明确坚定的信号 继续全面参与亚太区事务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 在总结访问华盛顿的行程时表示 美国的参与对于稳定亚太区 及确保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是至关重要的 黄永宏医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 发表演说时强调 美国的存在是亚太区和平稳定的关键 谈到南中国海问题时 黄永宏表示 要解决争议需要时间没有接近 黄永宏也呼吁美国国会 尽快核准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他说这个协定除了是经济课题 也涉及国家安全策略 黄永宏结束华盛顿执行后 将续承到亚利桑那州 视察我国武装部队参与美军的演习 感谢观看